接下来我们谈谈疫情 在谈疫情之前老师要说一下 老师在去年也就是2020年的12月 所发布的2021年1月的流月总论 以及前几日发布的2021年 阳历2月的流月总论 很多人都在想 现在疫情不是越来越严重了吗 怎么老师一直说会很快都有转机呢 而且其他视频的老师 或是转载的预言视频 都是说疫情跟经济会越来越严重 怎么只有这个陈老师一个人说好呢 老师只能说老师不一定是对的 这个是肯定的 但是老师以专业的角度 去评估这个未来的眼镜 当然老师才提的资料是比较多一点 对老师来说 老师没有什么立场 也不需要什么立场 因为老师跟经理老师 我们在门派中都先预定好我们自己的定位 不是一个预言家 也不仅仅只是一个算命先 我们要给这个门派 以及未来的培训出来的徒弟们 我们要让他们理解的事情是 我们只是一个时光的观察者 只是我们用的工具 是用中华文化里面的武术而已 所以无论预测的结果对与不对 各位认同与不认同都无所谓 因为我们身为专业人士 我们看到什么就只能说什么 最多修饰一下用词 不然太直白会伤到人 对不对 我们既然收拾一下 但是事实是什么就讲什么 但是基本上说了就不会改 就像老师在11月3日 在拜登明显选情不利的时候 老师还是坚持 拜登的胜率是66% 不会改 这是一样的道理 错了老师就认错 有什么了不起的 哪有你没做错过吗 老师又会做错了 对不对 所以说不会因为时局改了 我们就改了口风 所以老师还是说 疫情在2月 疫苗会在各国的政府的疯狂的宣导之下 让百姓积极的去施打 而开始露出了曙光 讲到这里 很多人在想说在网路上 很多人在宣扬这个什么末日说 但其实老师不敢说什么时候预测到 但是第一 新冠疫情这个灾难来说 必定会开始减缓 不减缓反而严重的地方 都是百姓不积极配合防疫戴口罩的 那些自由民主博爱 普世人权价值的国家 不服气 我们现在来看看 现在疫情的排名 世界排名 第一名是谁 当然当然不让 是我们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也是神之子特朗普所领导的 美国 这个国家拥有3亿4千多万 感染人数高达了2千2百万 都已经将近一个台湾的人口了 相信过几天 我们台湾全部人赔进去都还不够 昨日单日新增的病例数 因为他涌破了又涌破了30万人的大关 这是一天30万人 这是一个灾难吗 相信大家都不会反对 这不是灾难 这叫做做死 那你戴口罩你说你会闷死 那你待在家里 你非得出去跑趴 不自由无宁死 对 现在新冠死亡的人数 达到了37万人在美国 这个数字已经离二战 也就第二次世界大战 美国人总死亡人数的41万8千人 已经不远了 而在近一点的事件 美国的911攻击事件 当次灾难算是国难 当次的死伤人数大概为3千多人 但是去年这一场新冠 已经超过了911事件的100次的伤害 中了100次双子星塔 这样的伤害 二战是什么 二战是一个国际战争 911是什么 是国仇家恨 新冠疫情是什么 我们伟大的川普神之子 用一人之力就可以造成的影响 是因为我们的川大帝说 不用戴口罩病毒自然就会消失 各位你觉得有办法吗 而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名 第二名是印度 印度人人口是美国的4倍 但是染疫人数在毫无社交距离可言的印度 染疫人数与病亡的人数不到美国的一半 为什么 因为印度官方有发免费的口罩给百姓 我们看到印度人染疫数已经达到了千万之数 太可怕了 但是人家的人口有13亿人 这是个数字 如果把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防疫水准降低到跟印度大部分百姓都属于赤贫的一个国家一样 按比例 美国最多的病亡人数应该只有4万多人 染疫人数最多应该也只有200多万人 这是跟印度一样水准的防疫措施之下 也就是免费发口罩 但是我们老川普一句话 增加了数十万条的冤魂 而很多人还把这位大爷当成神的代言人 疫情第三名的排名是谁 是巴西 巴西总统波索纳洛 号称巴西特朗普 所以说有这个结果 其实也不大意外 但是人家现在也要打疫苗了 第四名是谁 第四名是俄罗斯 战斗民族 单日新增的病例数为2万2千多名 人口是美国的三分之一 按比例算 假设俄罗斯的人口跟美国一样多 俄罗斯的单日染疫人数最高也就6万多 而俄罗斯也将普遍施打疫苗给百姓 基本上这个恢复的程度也会是很快的 接下来是什么 接下来是我们产生伦敦病毒的英国 单日新增达到了6万8千多人 人比俄罗斯少 单日新增的病例是俄罗斯的3倍 人权的力量就是这么样的强大 这个变种的新冠病毒真的有这么厉害吗 没有错 他就是这么厉害 变种病毒跟英国首相强生的头发一样 都是很放荡不羁的 完全是随性的感染 但是重点还是在于 英国人并没有非常普及的去戴口罩 从很多的新闻报道中可以看到 英国的街头还是有很多的人不戴口罩 而且目前在首相强生所实施的第四级的防疫措施 是强制的去封锁 而什么是第四级的防疫措施 就是你必须待在家里 除非你有事情要外出 那也是可以出去的 什么叫做你有事情可以外出 就是你要去上班上学 你就算有事 你就可以外出 但是会不会在路上检视 但是你是不是这样去上班上学 也没有 就是宣布你必须在家而已 那么这个样子对疫情的防疫有没有帮助 是有的 但是帮助实在不是很大 只是从大家在户外随便感染 到变成在家庄的特定人士 出去上班上课 再把病毒带回家里来 做成家庭感染而已 有很大的区别吗 还是有 相信他还是会控制下来 但是这样的封锁测试实在是不能说他有用 也不能说他没有 这是很纠结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话 我们各位 我们也可以用一些科学数据的角度 来看看这一场疫情的发展 除了非洲不要说口罩 有些地方你连鞋子都不一定有的地方 几乎我们看到 每日破万的新增新冠疫情病例的 几乎都集中在欧洲跟美洲 连乐天安逸的马来西亚 单日新增也仅有2000多例 当然马来西亚他只有3000多万个人口的国家来说 2000多例已经是很严重了 但是跟欧洲跟美洲比起来 每一天感染的数字真的是 看到2200数字真是太美好 为什么 因为戴口罩无宁死 各位你觉得呢 所以与其说什么样的病毒 会让末日说的人说人民留一半 问题肯定不在病毒身上 肯定就是出在人类自己身上 病毒只是过自己的日子而已 病毒绝对也不希望在人类身上 然后人类就建上帝了 为什么 因为只有活着的人类 病毒才能继续活下去 而在中国 我们一定要谈到中国 现在即将进入了春节 但是中国许多地方已经被万恶无人权独裁暴政的共产党宣布进入了包含石家庄等地区的封城力 按照统计 中国这一个月也就是30天内 居然增加了近400例的新冠肺炎的病例 这是何等的惨绝人寰 在这个在中国这个被共产党污染的土地上 每100万人居然有62个人被感染到新冠病毒 这样恐怖的数据全世界都应该坚决去抵制 并且誓言的消灭这个万恶的共产党 居然在一个月就让400个无辜的百姓感染了新冠肺炎 你说他可不可恶 这不用说 这他不是新冠肺炎 一定也是共产党假装他们感染了新冠肺炎 然后要把他们关起来 然后把他们脑袋给摘了 这么可恶的共产党 我们中华民国一定要解放这些可怜的中国同胞 我们要联合美国因反攻大陆 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解救中国的百姓 然后杀猪拔毛反共抗恶 中华民国会重新的担任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 这个根本就是指日可待 很好 喊完了 我们老师的台湾价值也充满了 我们接下来看看日本 日本现在进入了紧急的状况 单日新增的染疫人数达到了7000多人 但是基本上是属于消极的一个紧急状态 拉面店、酒吧之类的一些消费性场所 晚上是不能营业的 但是日常作息还是照旧 这种紧急状况说实在的跟英国一样 效果是很有限的 与其你让别人没有办法开店 你不如直接颁布一条 你也不锁国了 你就是外出不戴口罩 你就罚个1万块日币 效果肯定是刚刚好 为什么这不是老是胡说的一个策略 澳洲这个白人国家 为什么可以防疫成功 很简单 外出不戴口罩 罚款200澳币 相当于4000块台币 也相当于16000元日币 记住这个政策 那谁出门会不戴口罩 你会跟200块澳币过不去吗 不会 戴了口罩就可以至少降低7成以上的感染率 澳洲就是这样从疫情的泥沼中站起来 这个是没有毛病的 但是经济会在民粹的运动下 现在还是趴在地上 而在南韩染疫人数迅速的控制下来 单日新增的染疫人数约650人 差不多是日本的1% 靠的是什么 靠的就是他们在跟中国类似的方法 就是做一个什么健康码的追踪 以及更重要的是南韩的政府对于不戴口罩 进入公共场所的人 施以10万韩元的罚款 大概也就是200块澳币 跟日本同样是高度化的一个国家 他因为他实施了这样的政策 大家出去戴口罩 所以他染疫的程度就变成天差地别 所以说重要的地方是在哪里 重要的地方还是在于政府领导人的实证魄力 你有没有把它拿出来 是不是真的能够把它对症下药 英美两国是世界上仅次于中国跟俄罗斯推出疫苗的 而且是号称中国都是假的 俄罗斯都是没用的 只有英美两国研发出来的疫苗 才是真正有效的疫苗的国家 为何都还是染疫源源高于其他的国家 甚至第三世界呢 甚至远比很多地方连鞋子都没得穿的 非洲部落还来得高呢 我们还是回到主题的原点是什么 你不做死你就不会死 各位你觉得呢 所以说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新冠疫情 他只会集中在几个地方 是百姓不自爱的地方 如果他这个病毒真的传染这么快 在日本突然飙高 从几百到破两千到现在破七千这么高 而韩国同样的有这样的疫情 而且他们是高度聚集的状况 韩国人的夜间应酬绝对不亚于日本人 那为什么韩国可以迅速的控制住 就在于人性你要不要去指示他 为什么罚款你就会乖 这不是很好吗 如果美国颁布一条 你今天不戴口罩进入公共场所罚款100块美元 你看大家会不会戴口罩 你再说戴口罩会闷死 那么你就缴100块 你出门一次缴100块美元 你看这些人会不会早做 好吧 来我们看看各位有什么问题